佳琼和博文明 粉丁姐妹,早晨 妄想的粉丁姐妹、朋友们早晨 很高兴 今天能够在主日跟大家分享信息 今天的题目封闻有利 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常听到 如果读过《约百计》的粉丁姐妹 这句话都提醒了我们很多 我今天尝试一下用这个主题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 现在临近复活节 因着主耶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 使得我们很多人的生命都不再一样 不然是这样 其实在生活上我们仍然都经常会遇到有信景、有逆境 我们的信心有时在某程度上好像都没有什么把握 杀到来的时候都措手不及 甚至有时我们做基督徒都可能只是封闻耶稣 感觉上主耶稣都好像没有介入我们大部分的生命里面 甚至生活层面上都好像有时都不见到主的足跡 我们今天试试透过《约白记》 看看我们在信景、逆境的时候 怎样才可以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呢? 我们一起在这里祷告 为我们降生、受死、然后复活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我们是用重价救赎回来的 求你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帮助我们认识你 明白你的旨意和心详 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 圣命的祈求 阿们 《约白的家庭》 起初真的不错 很顺境 不过后来就家道中落 最好他们最后能够复兴 其实全世界大部分家庭的情况都有相约的情况 先先当然有很多奋斗、挣扎、压力、痛苦 最后到我们现在的年纪很多时候 安定了、有些松语、又有享受 不止家庭 其实每个人很多时候生命的过程都是这样的 当中总是有顺境、逆境 高高低低地过我们的境遇 当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或者不同的制御的时候 究竟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呢? 不是一信了耶稣 一切都好 应该 为什么还有顺境、逆境呢? 每个人都希望一生中 都希望一生中 经常处于顺境 我也是这样想的 好像若白的家庭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羡慕 他家财万贯 有很多生畜 刚才阿Fred跟我们读 又有很多薄皮 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财主佬 他又善于理财 到处的生畜都有薄人看着 除此之外 因为若白的家庭 人家是很兴旺的 他除了老婆 还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子女都成家立业 你说是否令人羡慕 挺好的 最难得就是 在这么顺风顺水的情况下 若白依然很敬虔 没有骄傲 没有自高自大 圣经说若白为人正直 完全远离恶事的 不但如此 他还很注重他的儿女的信仰、德行 若白时时提醒他们 经常要自己祷告神 謹慎自己的言行 听来若白确实有一个 敬畏神又蒙大福的家庭 有时我们觉得 福气总是 临到一些人身上 自己 总是没有人那么好运 那么好彩 那么好命 为何神 总是将一些 祝福临到一些人身上 什么呢? 在《勞架福音》 有一句这样的经文 他说 多吸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这句话 好像含有点点的警惕性 对于那些 如果拥有很多神恩典的人 就好像告诉他 拥有和付出 就是要成正比例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句话 挑战性就不小了 就是说 你福气越多 你的挑战性就越大 就是 那哪里有人想 领受神更多的福气 因为 接受越多委托 将来就要向神交仗 对吗? 究竟哪些人 是可以 承受更多的复杂 我们就试试从圣经 看看一些人物 除了约白之外 原来还有 非凡经历的摩西 又有美貌出众的 皇后以斯帖 有智慧个人的所罗姆 还有出身良好的保禄 那些几位的人物 在人生起步的时候 都得到不同的祝福 才貌出众 美好祭遇 家底丰厚 学会讲博 和他们身上 所有这些福气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 天天都想着 要这样就行 对吗? 但是神 又为什么 只是特别恩代这些几位人物 给他们这么多 这么好的优厚的条件 其实 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 已经有了答案 就是向谁多取的时候 才会向那些人多级 因为主耶稣 在使用一个他所挑选的人之前 才会向他多级 在他使用 给他额外一些的恩典 能够足够使用 当他遇到要为主做工作的时候 他能够有足够的条件使用 但是老实说 神已经按着我们的信心 赐给每一个人足够的恩典 可能我们不觉得 但其实真的是足够 但是神会透过多级 赐给某些人更多的机会 能力 然后向他多取 使用他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为主 当如果领受更多的人 他愿意将所领受的 献给神 神就会加配使用他 好像摩西那样 他至少在皇宫接受栽培 不是人人有这个机会 后来神就使用他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有一个超凡祭遇的以诗帖 整个国家都选择他出来做皇后 不是简单 但是他拯救了整个民族的传亡 归为大卫的继承人 所罗默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他为神兴建圣殿 保罗更加不用说 出身名门 学识才干都出众 神就大大使用他 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他们每一位被神兴起 成为神 在他们身上 成就了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 神已经揀穿了他们 有特定的计划在他们身上 先要大大多给他们 然后向他们多取 不过 有时实情不是这样 我们觉得 我又没有什么优厚的条件 背景 又没有什么特别被人厉害 为什么呢 好事就没有我份了 但是事劣上常都被人大 遭遇又被人不幸 承担的事又特别被人多 如果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付出 时事都被人多 你更加要感恩 就好像Ewan刚才跟你说 那些苦难呢 我们要求苦难 因为更加经历神 我们要求苦难 但是如果你时时觉得 我都没有什么特别强项 但是时事都好像 零射艰难的被人 你就更加要感恩 因为神看得起你 正如保罗说 只是先前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为基督当作有损 保罗专心服侍主 当他知道自己和自己的一切 都是没有什么价值 唯有服侍主才是最有价值 他就为主丢气万事 我们要感谢神 感谢神拣选我们 使用我们 因为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 被神使用 而且圣经说 你们所预见的事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 神一定不会被一些艰难 为神的苦难 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 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忘记 神祂自己有祂自己的主权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权利 经常去和人比较 我们是什么 我们要试试问一下自己 当苦难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问一下 神是否已设足够的恩典给我们 设足够的能力给我们 去经历主 为主所允许给我们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所有的一些不同的挑战 这才是我们正确的态度 接着经文就说到一个更深切的主题 他说 多托谁 向谁 多要 这个多托谁 就是一个信任和委托的问题 更深的 刚才就是我给你 你多做一点 这个就是直接交给你 托管你 更进一步 我们自己也是 不会托管一些重要的东西 给一些不信任的人 我们当然是找一些 我们信任得过 很明白他的责任 心很重的 而且不会起我们 是否未住的一个人 我们一定会托他 托先托管他 照样的 神都会这样托管我们 当神托管我们的时候 因为他信得过你 因为他信得过你 其实在世上我们 每一个都是一个管家 你不要想着 这些东西是我的了 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都是神托管给我们 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 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上 你很多拥有的东西 都很丰足 神交给我们很多 无论财能 全财或者什么 特别多 特别优厚的时候 你要明白这些一切 都是神给我们的 没有什么可夸 特别有些人都被神兴起 为神的家 特别担当很多责任 甚至在教会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但不要忘了 有更大的权力 就有更大的责任 权力和责任 其实好像两头马车 要一起走 才能够前进 如果只是有胆量 单方面 时时想求取多些权力 求取多些的附足 我们经常求的 对吗 希望神啊 如何 但是却没有心志 去承担责任的人 你觉得 神会信靠 或者托管一些东西 给这些人吗 所以 我们有时 看到别人很多责任 很有智慧 去处理很多事 觉得他们为神 特别优待他们 其实 他们很多时 承担的责任 都比我们多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多托谁 就向谁多取 不如求主 不要给我们这么多 对吗 免得 将来又要我 向我多要 我记得 有一位姐妹 曾经跟我说过 她说 哎呀 够就算了 家里什么都不要求那么多 一样东西 平平稳稳就算了 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承担神更多的托父 也没有这样的信心 去接受一些突然其来的重大打击 她说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 所以救就算了 但其实这个只是她自己的意愿 是否主耶稣自己的心意呢 当主耶稣说 多吸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的时候 你以为主耶稣想多吸呀 多托呀 还是小吸小托我们呢 究竟神期望 我们能够为神的角度承担责任 还是找个借口去推卸责任呢 很多信徒在今世 对一些短暂的事物 有很多的进取心 比如名誉或者金钱 这些很明显的地位 甚至爱情学问 我们这些事物 其实对我们人生好像很重要 但其实这些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很明白这些短暂的一些拥有 但很多人都很有进取心的 多艰难 多辛苦 都是向上爬 但对于永恒 属天的那些福分 很多只是求 紧紧得救就满足 将来拿着一张机票上天堂 就够了 我想过 如果存有这种态度 可能有几个原因 我想 会不会他们根本不信 甚至不在乎 将来永恒的赏赐 会不会呢 或者会不会他们根本不体谅神 拯救世人 希望万人得救 神的心肠 但我们会不会不明白神的心肠 只是为了自己的喜好去过生活呢 在信经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 是自己应得的 神的角色就变得很小了 我都顺风顺水 也不是靠神的 这是靠我自己的 我都顺了多少苦 才有今天 这样的环境 七海大英姐妹 难道我们蒙恩得救 就是为了承受救恩 和福气 除此之外 其他一切都不关我们的事 我自己 无论家境 学会才干 我都觉得很多人被我优胜 但我不会放弃任何神使用我的机会 我从初一信主 我就立心一定要为主去侍奉 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够承受了这个救恩 我真的很感恩 也都觉得很不叛 所以 一参加教会 我真的参加了教会一个月 我真的不骗你 我12月才受证 我一月就已经开始做团契职员 从那个团契职员开始 我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我去侍奉 无论大侍奉 小侍奉 有孩子 洗碗 不知怎样 或者VBS 那些很多清洁 一定要有些帮手 还有 什么 总之有人叫我的时候 除了我没有空 我都会答应 因为我不敢托神手持 因为神给我机会 使用我 这是很难得的 所以 神在不同人身上 其实他不但有绝对的主权 其实神在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不同的计划 神不会用错人 一有人叫你帮手的时候 神就是定意使用你 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 在约伯的遭遇不止盛的顺境 他在圣经里 除了最富有 但遭遇也是最悲惨的人物之一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若白的家庭被摧毁 全部的家庭 刚刚刚读圣经 阿Fred和我读了 没有了 最痛心 失去所有的疑虑 这么短时间内 你说这样的灾难 谁能承受得到 不过 俗语有说 留得青山在 喇叭没有茶烧 若白相信他这个人 也很有才干 所以从头来过 但禍不单行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若白还温身掌满了毒瘡 全身烂炸 又痕又痛 用瓦片来刮他 连他老婆 看到他这么辛苦 都跟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气吊神死了吧 不知道是骂他 还是犯了 免得他 原来跟他一起遭受打击 这个枕边人都不体谅他 犯了 嫌他 这样真的还整身烂了 不过低处未算低 连他那三个朋友 原本 长途拔舌 走去安慰他 可惜他那位朋友 又没有跟你心 也不明白神的心意 好事变坏事 反而增加了若白很多痛苦 虽然很少人会经历 若白这么沉重的打击 但我们很明白 其实人有三岁六 世事 不是时时尽于我们的心意 有时恶主的人 都会经历苦难和失意 是什么 可能突然幻想大病 如意外 或者工作和生意 受重创 被朋友出卖 夫妻不和 甚至离异 又影响了孩子的成长 搞到最后家庭又有破损 其实苦难的来源真的很多 不要以为神罚我 没有什么动作 去服侍神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主要是来自 撒旦的攻击 和人的罪所造成的 不过我无论是人为 还是天意 我们都要逆来信受 逆来信受 因为我们一切的遭遇 一切的经历 都是神已经运转了 神会转开 那样的 不愿意的 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很惨 很凄凉 但你能信过神 神的心意定了是这样的时候 一定有祂的目的 一定有祂的计划 在约伯记第一二章 告诉我们约伯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没有开口得罪神 打击到这样的时候 他仍然说 我们刚才也有读一节那一章 上次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清重的 约伯受苦的时候仍然哀神 我相信今天很多基督徒 都有这样的心志 无论生活多么不顺利 受到什么大的打击 健康出现问题 他仍然信服神 仰大神 服侍神 我告诉你 这样的人 神一定不会忘记 神一定不会忘记 要明白 现在世界仍然有恶者横行 整个世界我们身处其中都知道 充满的是大话 是不是 那些政客最多的了 自私死亡 毁坏 齐晒 恶者世界仍然伏在恶者的手下 属神的人有苦难是必然的事 毕丽匪说到 他说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不但圣经说 神是慈爱的 为何还要所恶的人受苦呢 为何不基督徒好一点 对不对 或者 神是公义的 应该将那些恶人才受罚 为何我们那些信他 有时候没什么做不好的的人 受的苦还比他们多呢 或者 神是无所不能的嘛 有苦难来到的时候 就趕快给我拿走去吧 如果热心我主的人 可能还要承受更多的苦 这样一个不热心 不承担的基督徒 不是还好 是不是 首先我们明白 苦难不是神制造出来的 而是从人的罪来的 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的 我们都有的 虽然我们现在信了耶稣 但是既然罪已经充满了这个世界的时候 义人和恶人都在同一个天空下生活 我们同样承受罪所带来的结果 是无办法的 亦无可避免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从苦难的那面 去看一看 其实苦难会不会带给人 有不同的意义呢 我们想想想 苦难其实就像火那样 哇 可以烧死人烧伤人 但是你不要忘记得火可以煮食的 帮我们的 亦都可以练去一些杂质 将一些金属成为 练成为宝贵的精金 苦难真的可以造就人 当神容许苦难临到他爱的人身上的时候 就围绕练去他生命一些不好的东西 让他成为神使用的宝贵的器皿 像约瑟、宝朗 我们也知道 他们曾经受过很多苦 但始终他们能够生命更加成熟 造福了更多的人 甚至影响了下一代 我们再想一想 受过苦的人 其实他更加懂得同情 那些受苦的人 明白他们的需要 同理心 自己每样都顺风顺水 那些艰难的人在我们面前 我们都看不到他的艰难 我们最重要不要忘记 主降世为人的时候 他曾经受过很多苦 他说过他不会撇下那些 经历苦难的人 如果你记得 但以你和那三个朋友 不肯敬拜大象 一定要敬拜神的时候 丢在火遥里面 人子 我们的主就走到他里面 和他一起同行 这麽大的神迹 我们可以从这些圣经的人物看到 神所拣选的人 虽然在这个世上会受很多苦 或者被人多 但是为了叫他们承受将来更加多的荣耀 在主的策子上 他已经记录在岸 其实世上很多属灵的伟人 很多时他们都在苦难中 被神造就出来 被神在这里栽培出来建立出来的 就好像创作《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这首诗歌的作者 约翰·牛敦 他小时都跟妈妈回到教会 听圣经、唱诗歌 不过在七岁那年 他妈妈就过世了 他个性变得很反叛 年轻时长大时放荡不羁 没人管 一生都不理想 常常都与人不熟 我跟你说 他有一次还遇到一个人 抓了他去做奴隶 餐餐吃不饱又被铁锁住 过着非人生活 有一次他坐了一艘船 那艘船经历了很大场的风暴 虽然没有沉 但是在大西洋飘留了一段时间 船上没有粮食 发生人食日 这些经历 若翰真是很凄凌 但是他在船上 读到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 当中有一段经文 有一段说话这样说的 他说一个人的性命 何等短暂和不可测度 你必须正视你的性命 今天你也去充满活力 事业兴旺但明天你可能 何等衰微 一无所有 这段说话 令若翰重新想想他的人生 重新振作 看到自己的罪 他自己都觉得很惭愧 很痛悔 他重新读上圣经 他妈妈以前大过去教会 过了一段时间 后来被安纳成为牧师 他充满感恩地说 他说让我这麽不配的人 能够蒙受这麽大的恩典 他创作了很多的性诗 280首作品里面 最能反映若翰的 就是这首《奇异恩典》 这首歌《流传至今》 我们很多都知道的 《奇异恩典》 感动了真的很多人 据统计 有人统计 每年有一千万个聚会 都会唱到这首歌 你想想一千万个聚会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如果你明白 自己是佩德受苦的一个荣耀 当苦难来的时候 逆境来的时候 我们不会埋怨神 反而会感谢神 因为有神同在 苦难和逆境 都会成为恩典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现在有困难的 弟兄姊妹不用怕 其实苦难 从另一个角度 从神的角度来看 都是恩典的一部分 若白是犹太人 他比较相信恩果报应 所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疑人 我都没有做错事 为何神要这样对我呢? 其实很多时候 人认为自己没错的时候 我都对得着天地良心 其实这些想法的时候 都遮蔽了我们的想法 遮蔽了我们的眼睛 神就是为了除去若白这些固有的观念 让祂知道万物都是由神统管 神就要让若白看到他的有限 他让若白看到神所造的自然界 动物界、物质界 打开了若白的熟灵眼睛 若白看到自己原来这么有限 看见神的全知和无限的智慧 和他的全能 他很后悔 后悔自己的无知 和先前所说的 自己这么骄傲的说话 我是一个疑人 我都这么完全 后悔自己的说话 所以他就是厌恶自己的言语 他在尘土和奴夫中懊悔 并且完全降伏对神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表明若白对神的认识 只是听回来 或者只是好像在认知上 知道 但现在是面对面 亲眼看见 完全认识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禍福原来不是由善恶到头 忠有报 这些固有观念 掌管 也不是由我们的思维去判断 那些人才应该 怎样 不是的 不是由我们的思维去判断 应该何时发生 去到哪些人 而是完全由神 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掌管 你听到这些道理 你会不会信服神 你会不会信服那些 臨到你身上的事 今天人的问题 大部分是因为的问题 其实不是因为缺乏 老实说 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是恩典时代的时候 我们这班 神特别祝福的人 在一个这么好的国家 事情没有很少缺乏 甚至是过多 现在科技这么进步 真是过半世纪 所有科技的总和 所有科技加上都已经超过过 过去这么多千年世代的总和 人定胜天 经常都说 好像很骄傲 巴别塔 但是这句话 在这些时代已经不是夸张 这是资讯时代 我们过去很欣赏 人们读万卷书 学富五居 我们对这些字 真的很崇敬 现在这些是落伍的 勾的了 一支小小的记忆棒 一个薄薄的电脑 所储存的资料多到 都不知多少 整间图书馆的资料 有几间图书馆的资料都可以整进去 在今天 医食住行都没有缺的世代 特别我们基督徒 其实缺乏是什么 缺乏是自知 特别是不知道自己的心里 原来这么短 目光这么窄 把一些现成的知识 塞在脑上 就以为自己知道 知道了很多事情 我真是能知天下事 世界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但是这些知识 未必带给我们智慧 或者帮助我们 在道德上做了一些抉择 甚至不能介入一些事情的能力 我们都没有的 当我们以为自己进步了很多 知道了很多 不过 尽管我们现在 有些人 一个人可以拿到几个博士后位 或者现在 火箭 每个月都有升空 但是其实人的无知 都是依然一样 我们能够了解的 其实真的很少 孔子有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即是说什么 即是说 知道自己所识的 又清楚自己所不识的 先知为知是智慧 但是 人类有时 人类有时 人类的实况就是 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很多 但不知道 原来自己不知道的 更多 不過,因為科技和知識只能帶給我們舒適的生活 或發明更多的東西 但不能解決別人的內心問題 也不能為別人帶來幸福 整個家庭都齊齊了 電子山窗簾都齊齊了 但可否保證這個家庭幸福呢? 不可以的,對吧? 我們過去的疫情受到衝擊 甚至人們在人生受到很大的打擊 或是突而其來的飛樓橫禍 也有的 這些事情好像一把刀一樣 發生的時候,被割著我們 不只割著我們的心,是割著多年的努力 或多年的計劃、多年的夢想 把我們的信心和盼望一掃而空 但我們要切記 當苦難來的時候 你記得耶穌曾經說過 你們在世上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過世界 三位大姐姐妹 當有苦難臨到你身上的時候 或者看到很多不公義的事情的時候 你仍然不會信服嗎? 你還信不信 這個世上的禍福 都是由上帝掌管 並且他會按照自己的心意 讓他在適當的時候 讓他允許的時候發生 而且我們因著主的緣故 雖然苦難臨到 我們仍然可以勝過 你有這個信心嗎? 當我們信了主的時候 我們要除去 以前固有的價值觀 就像若白那樣 若白好像 神都沒有回答他很多問題 他問了很多神很多問題 其實上帝已經回答了他 當上帝讓他看了很多東西的時候 就告訴他 上帝以他的能力和智慧 掌管這個世上一切的事物 天下萬物的秩序 彼此之間的關係 都是由上帝決定的 包括善惡 和福 而且神有能力按照他的指望去執行 單憑我們的知識 沒有辦法看得通神的作為 但是人可以怎樣選擇? 神言敬為上帝 認定所有事情都是由上帝掌管 神會按照他的美善 按照他的公義的屬性 去成就他所安排好的事 對這個世界的計劃 都是神已經有一切的把握在他的計劃上 一定會成就 如果我們信了耶穌 還帶著過去的思維去做基督徒 其實是很苦的 所以我們將以前固有的思維去除去 在什麼時候要付上受苦的代價 我們都要甘願去承擔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變化 讓神的意念在我們的心裡 因為我們知道 神的純存善良可喜悅的 必定高過我們 當有神帶領的時候 我們就有把握勝過這個世界 勝過我們在苦難中 經歷的時候 有一些從屬天而來的智慧 去過生活 克服人生的高低起跌 承受神而來的恥福 因為若伯在苦難中 他更高看神 更低看自己的緣故 他就大聲地說 從前我風吻有你 現在我親眼看見你 當若伯經歷過 上帝所容許的苦難之後 恩正認識神 見到神的榮耀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每一個 都是受著時空的限制 我們不能夠看到 今天以後的事 我們亦無法知道一切事情發生的原因和結果 求神幫助我們 揭力突破 如果我們過往只聞天父 或者只是在知識上認識我們的主 在今天 叫我們能夠親身去經驗我們的神 不要被順境的時候充分頭腦 亦不要被逆境的苦難 伴到我們的信心 在你都不知為何的時候 你就已經信神 你已經信服 其實人生很多事情都是不如意的 都不能夠進入我們的心意 不過基督徒 有一個不會失落的恩典 就是什麼呢 就是即使在地上苦盡沒有這麼久 但是肯定將來在天上 必定有永恆的福樂 我們要記住這件事 我們一起得到討告 想管萬有的天父 求你搖算我們的無知 看出我們的有限 讓我們有熟靈的眼光 明白你自己的心意 體見你自己的作為 並且順復生命上經歷 順境逆境 這些的祭遇 靠著你能夠過得性的生活 成就你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感謝你隨聽我們的討告 以上的討告是奉靠我們救主耶穌聖命的祈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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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professions 阿違 阿游 阿łby 阿 oven これは一個 阿華